女人如果没有遇到两情相悦的感情 那就选一个爱你的人结婚吧 世界最美好的感情是两情相悦 最痛苦的感情是你爱着对方 对方却不爱着你 最纠结的感情是对方爱着你 而你却对他没有感觉 生活中的感情好像总是那么不如意 两情相悦的感情真的很难得 如果真的遇到一个喜欢自己 自己又喜欢的人 那么就活该你幸福一辈子 很多人都说 宁愿高贵的单身 也不要低廉的婚姻 别为了结婚而去结婚 这句话说来轻松 但是生活中哪有那么合适的人在等着你 活了几十年也没遇到对的人 这个时候也没有勇气再去说 隐缺无赖了 谈恋爱的时候应该选一个你喜欢的 可以体验一下无师付出的感觉 但是结婚的时候还是找个喜欢你的吧 因为那样活得会更轻松一点 结婚的时候如果选一个你爱着他 但他不爱你的人真的很累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女生 在结婚之后 男生对他态度越来越差 各种不耐烦 各种不想搭理他 根本原因就是男生不够爱自己 恋爱中男女交往都是相互的 女生找了喜欢自己的男生之后 也要对男生好一点 这样男生才会感觉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 被爱的人总是幸福的 爱着那个人总是辛苦的 如果一个人喜欢你 你不喜欢他 他天天围着你转 你至少心不会累 在他面前你甚至可以高高在上的公主 可以享受重心捧月的待遇 但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 得不到爱情的滋润 如果选择一个人 喜欢的人在一起 刚开始会很幸福 毕竟如愿已藏 至少感觉没有遗憾了 因为你爱的人和你在一起 但是婚姻是平平淡淡过日子的 长期和一个对你没有感觉的人 你的热情慢慢会淡化 你会支撑不下去的 和喜欢你的人在一起 可以轻松的做一个公主 无必想着怎么费心的取悦别人 爱你的人 呵护你的健康 关注你的情绪 把你这样成一个永远不凋零的花朵 这样不是更好吗 女人 这一生其实很辛苦 要面对的事情太多 要经历的事情也太多 从生孩子到每个月大姨妈 本来已经活得很累了 如果再用一生的精力去取悦一个人 那么这种生活不就是煎熬吗 所以说女人对自己好一点 先抱着宁缺污烂的态度 真的扛不下去的时候 就找一个爱你的人家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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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伽子啥